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冒牌生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 你想要無痛分手 單純如你或許忘記了臉書的一個很關鍵的功能 前幾年呢 我在臉書呢 開了一個讀者的互助會社團 叫做冒牌生獨有互助會 因為自從開始在FB上面啊 回答網友的私訊之後 我發現無論是年齡啊 性別啊 有一些問題呢 其實有著非常類似的狀況 就是跟愛有關係 很多時候僅僅將這些問題 擺在一起 所展現出來的內容 就已經完整到可以作為一個解答了 久而久之呢 我就想 如果讓有需要的人分享心事 得到回應 那也讓其他身處於類似狀況的人呢 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那這本身呢 或許就是一種療癒 來信的對象呢 有這一些人 第一個 她是16歲 為著學業和愛情迷惘的女孩 再來呢 還有一個是 20來歲 被傷害過幾次 不再相信愛的年輕人 第三個呢 是30幾歲 她正在學習祝福前妻的離婚男子 還有呢 就是少數的 長遍了愛情的甜和苦 經歷了伴侶與世長子之後的成熟的大人 儘管每一段的迷惘跟掙扎呢 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呢 你字字句句裡面的那些背後 他們想說的都是一件事情 我想得到愛情 但我更害怕面對離別 愛情啊 它的本質不完美 生命呢 就是一個不斷的 有人離開或者進入的一個過程 學生時代呢 我們會面臨到 畢業以後各本東西 出社會之後呢 成家立業 我們或許呢 會跟以前呢 相知相惜的人呢 分道揚鑣 再到你年紀再大了一點 你還會再面臨到周遭的人呢 生老病死 我只能呢 拿我自己的故事呢 來做案例 希望呢 能夠安慰一些受傷的心 讓你們可以覺得好過一點 我們都曾經有一段感情呢 它結束 不是因為吵鬧 也不是因為呢 個性不合 也不是跟物質有關 你分開呢 只是因為 你在那個年紀認識 你注定它沒有一個結局 那一次對我來說 結束是因為彼此呢 都很清楚 我們畢業以後呢 一個在南半球 一個在北半球 你感情呢 很難以維持 不如放手 讓彼此都有呢 更廣闊的自由 所以為了不觸景商情啊 我們斷得很徹底 我們把對方呢 從回憶裡面清空 我們刪除了FB的好友 刪除了合照 刪除所有相處的瞬間 然後呢 約好在 一開始呢 認識那個咖啡店 決定呢 從哪裡開始 就從哪裡結束 我們各自呢 點了一杯 就是 珍果拿鐵 因為當時呢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認識的 走出了咖啡廳 就代表著這一切 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一杯珍果拿鐵呢 仿佛就是一個儀式 我以為呢 這樣就可以讓我自己呢 就是不會心痛 但是 感情它不是說斷就斷的 面對離別 也不是說忘記就忘記 它退出了我的世界 卻還佔據著我的記憶 這整個過程裡面 你最痛苦的就是 明明沒有忘記 笑著 說說從前 多年以後呢 你知道 臉書推出了一個 尋有工具 我收到一個 你可能認識她的 自動推薦通知 那是當年跟我分手 那女孩的照片 我點進去一看 往事呢 一幕一幕的浮上我的心頭 她過得很好 照片裡面呢 她披著白紗 笑得非常的開心 照片的日期呢 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的 我根本來不及 送上及時的祝福 我只能夠在臉書上面 按一下讚 表達呢 就是我自己的祝賀之意 回憶過去 其實有很多種心情 你笑了 說明你的放下 你哭了 代表你的在乎 你冷靜 證明你的成熟 你感慨 表示你的愛還在 有人問我啊 那你笑了以後 並且感慨了 又代表什麼意思 我想那是代表愛昇華了 變成了祝福 生命太短 來不及見證天長地久 面對離別 關鍵呢 是你面對它的態度 你不要害怕 沒有可以躲雨的屋簷 你不必去逃離 心裡面的那個壞天氣 人的一生啊 一半它是回憶 一半是在繼續 即便你最後面對離別 終究還是一個人 但你只要心還沒有枯萎 花不管在哪裡 它都會綻放的 愛的存在是一種內心的感受 重要的是 你們曾經相信過 也曾經愛過 面對無能為力的離別 我們只能夠呢 感謝所有曾經陪在你身邊的人 因為無論好跟壞 正是那一些時光呢 讓我們的人生變得更有韻味 也證明了我們擁有呢 持續相信愛的能力 那一切就足夠了 好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要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要聊一聊的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是冒牌生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Wii Media Media